吕智通称吕后吕太后,汉高主刘邦的皇后,高祖使后被尊为皇太后,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。 吕家为了躲避仇家搬到了沛县,吕公和沛县县令是好朋友。 沛县的官员为了巴结上市,纷纷前去祝贺吕家乔迁之喜,合理不到一千通钱的坐在堂下。 刘邦说自己可以出一万贺钱,其实呢,自己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带来。 吕后父亲知道后,本来是带些怒气出来想把刘邦赶走来的,但是一见刘邦的长相却大吃了一惊。 吕后父亲觉得按刘邦的长相来看,将来肯定有大出息,因此就让刘邦到礼屋坐上座了。 宴会到了快差不多结束的时候,吕公悄悄地把刘邦单独叫了出来,说,我有个女儿,希望你同意她嫁给你做老婆。 当时吕智二十岁,刘邦四四一岁,而且还有一个非婚生的儿子刘肥,婚后吕智对刘肥还很好。 刚嫁给刘邦时,刘邦他家穷得那是叮当的,要啥没啥,而且刘邦还常年在外不顾一家的使活。 于是吕智一夜间从小姐变成了农妇,里外活全都干了起来,一家子老的老,小的小。 吕智也不抱怨,从早忙到晚,任饶任怨,刘邦却得得涉涉的,成年累月的到处闲逛,蹭吃蹭喝,根本就是一个二溜子。 一次押送囚犯,没能看管好,导致囚犯逃跑了很多,他呢一不做二不休,干脆自己也跑到盲荡山里躲起来了。 吕智一个人挣钱,一个人照顾全家老小,抽空还得大老远的跑去给刘邦送衣服和食品。 后来吕智生了一儿一女,也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和鲁园长公主。 刘邦起义后,吕智和家人就被抓了起来,好多次差点丢了性命,好不容易逃到彭城,找到刘邦,刘邦却没有好好照顾吕智和家人。 结果,吕智和家人又被抓到处营。 过了两年多的囚徒生活,刘邦根本就没有去救的打算,一次敌人要用大锅煮刘邦父亲和吕智时,刘邦竟然跟人家说,煮输了,别忘了,给我也送了一碗汤。 等刘邦打败项羽,吕智回到刘邦身边时,却发现刘邦身边早有了弃妇人。 刘邦继位皇帝后,总说刘邦性格各方面不像自己,所以想要改立妻夫人儿子如意为太子,原因是如意性格各方面像刘邦。 于是,吕后找到张良,让张良帮出主意。 张良就建议把商山四号请出来辅佐太子。 刘邦看到太子身边的商山四号时明白了。 太子刘邦和吕后的羽翼已经长成了,所以就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,就再也不提更换太子的事了。 此时,阎王爷都见过几次的吕智,也变得越加的刚毅。 他早已经从一个贤良温柔妻子和母亲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政治家,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,他开始杀人立威。 他杀了韩信,把欺负人做成了人质,毒死了欺负人的儿子,如意。 但是刘邦过世后,在他执政期间,社会却是稳定的。